-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看過與經濟相關的資訊,大陸遊戲大廠網易 最近公佈未成年小朋友在寒假時間玩遊戲的時間限制表 由24號到2月24號 ,只有16小時給你玩遊戲 當中9號到17號春節期間只有9小時的遊戲時間 而且不能夠累積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大陸的學生已經開始放寒假 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未成年學生去玩遊戲的行為 是有嚴格管制的,所以由24號的寒假期間起 中國的學生只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夜晚8點到9點 只可以打一個小時遊戲,而且不是每個星期五、六日都可以打 2月4號、2月18號因為寒班的關係 未成年的小朋友是不能夠打遊戲 在農曆新年期間,9號到17號這一段時間 中國未成年兒童都是可以每日8點到9點這段時間打遊戲的 亦都不會受到假日的影響,但整個年家能夠玩遊戲的時間 只有9個小時,而且不能夠累積 除此以外,網易遊戲亦都跟家長說 可以利用網易未成年護航平台用來查看小朋友的遊戲時場和消費情況 甚至可以透過平台直接阻止小朋友進行遊戲內的消費 或者是用這個平台完全阻斷小朋友玩遊戲的機會 那大陸的網路遊戲,現在可以講得上對小朋友來說 不是那麼容易玩到,不過都是那一句啦 你有張良計,他有個長梯,他不可以用父母的帳號玩嗎? 他不能夠用姨媽公公婆婆的帳號玩嗎? 可能到時整個漢家突然間網易就會發現 是多了很多老人家去玩這個手機遊戲 一批60歲、70歲、80歲的公公婆婆 然後我就不停充值 那其實現在的情況也挺有趣的 又不讓你玩遊戲,又不讓你去補習班 那小朋友做什麼呢?在家裏自己做練習寶,做奧數 當然啦,你不玩這些手機遊戲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那你不連上網就行了 又或者買部PS5這樣都可以慢慢去打 但是呀,遊戲的殺傷力到底有沒有那麼大呢? 大到要禁止到他一天只能玩一個小時? 不過有一點我是認同的就是充值問題啦 小朋友是不會控制自己的,他不知道這樣充值下去是用錢的 我講講小過的小朋友呀 去到大過之後可能有一種攀比的心態啦 其他小朋友充值下去啦,買了些漂亮裝備或者漂亮皮膚 然後自己又想要,就是這樣充下充下充走 還有爸爸媽媽的錢都經常有這些新聞出現的 那所以你說禁止充值這一樣東西呢,其實我自己都認同的 至少你不是說禁止,你是限制充值啦 那因為打器機上來呢,這些小朋友有機會是控制不到自己的 不要說小朋友啦,就算大人呀,玩遊戲都好呀 都控制不到自己拼命科金啦 再加上呀,這些這樣的網路遊戲,其實他們科金呢 是有找心理學家去做一個研究設定不同的規則 令到你越科越多,大人都受不住誘惑,小朋友更難以去承受這些科金誘惑 所以科金方面呢,我是贊同的 只不過,你說整個年價只能夠打9個小時的遊戲,其實是阻到他們嗎? 他們是可以去玩其他東西都行的喔 不玩你網譯,我玩你騰訊咯,我兩樣都不玩啦,我玩單機版的遊戲咯 雖然人家要玩是完全阻擋不到的,這些9小時其實是形同虛設的 用公公婆婆婆阿爺阿媽的帳號都仍然是可以不停玩啦 所以這個政策其實只是做一做樣咯,我自己個人覺得呀,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呀 好啦,那今集呢,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